好的 第一個問題是想問 最後你問那句 你到底想誰 那個笑容 半哭半笑的笑容究竟在家裡練了多久 不斷練了多久 我告訴你,我在家裡有練過你,可不可 這是真正的篤例 你太了解我了 其實這一場戲 我們預先沒想過是怎樣演的 所以其實 未聞完 其實我們也糾結了很久 因為最後那是一個答案 究竟告訴大家 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或者整件事究竟為什麼會這樣發生 所以我又要用一種很行促 我又不想很白地告訴大家答案 其實也要留一點空間給大家想像 究竟我發生了什麼事 或者整件事究竟來龍去脈是怎樣的 沒有練過的 實現流露 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想問你怕不怕這樣會失去粉絲 怕不怕嗎 大家看到你這一面 很怕嗎 那我問你一會 你也是我挺忠實的粉絲 那你怕不怕呢 我喜歡 我實在想 其實我是搞笑的 真的有一個問題想問 問題就是 我想問一下 其實為什麼對面那個精神科醫生 這麼想逼到 逼到突然 就是 有個一面出來 它有什麼目的呢 其實 編劇 我們是編劇 其實如果你看到這個點 因為其實我們剛才也在討論 究竟大家看完之後 第一一下聯想到的問題是什麼 其實你想到這個問題 你也看得挺透徹的 就是我和仁松光醫生的關係 究竟為什麼他要迫我走到他的境地 又或者我這樣說 其實為什麼你覺得是他在迫我呢 還是你會覺得我是自願地被迫 或者是其實是我迫他呢 這個是我們在這部電影裡面 糾結了很久 而且一直都很想把這個圈 不說一個很白的答案給大家聽 而大家去想人性究竟是什麼 這個才是我們最難的地方 你有沒有聽到天琪啊 Manny 你解釋得很好啊 其實 你解釋得很好啊 要補充 是的 因為當時關於仁松光醫生的兇手的對話裡面 其實說了一些很平凡的事情 有人會覺得他教唆那些殺人犯 但是同時其實最終這個行動的 也都不會是這麼多位殺人犯 去自身上去做的事情 所以其實就看他 是否真的很有目的地去做這件事 或是大家自願地去接受 好 好 謝謝 那下一個問題 開始 上面這位先生 麻煩 繼續 他舉著手 麻煩第一題幫忙 第一題 謝謝 麻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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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喜歡這部劇本 我覺得你問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還有你真的看得很深入很頭切 我自己這樣理解 因為一部原異片 如果你要真的去尋找個答案出來 其實是 如果找到答案 他就不是叫原異片 對吧 所以其實沒有答案之下 我們會怎樣去分析去理解 或者我們在裡面經常會說什麼是善什麼是我 其實你最終不會找到一個答案 我們也不想給你一個答案 所以其實我給一個譬如 我覺得在戲裡面 我可以潛入別人的潛意識空間裡面 其實我做了什麼呢? 在戲裡面表達的是我去看他們的東西 我是一個旁觀者 但其實我真真正正在他們的潛意識裡面 我們做了什麼其實是沒有人知道的 就好像譬如我們現在去很多社交網站 去看很多東西 其實在我們看東西的時候 我們已經給網站的內容 慢慢已經分塗了我們的想法 或者我們的意識 但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出來的行為 我們都是自發出來去做 而不是網站去教你 而不是你看的東西去教你 但是這個意識就是你慢慢在這些生活 或者在這些看到的東西裡面 去慢慢改變了你 你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我用這個比喻來比喻我們 我和任長光醫生 甚至乎每一個病人所遇到的一些遭遇 那在劇本創作期間 其實都有參考一些自學的書 其實是有想到 其實電影的人物 是不是一定要以原對立 原意片裡面 是不是一定有 他是好人 他是壞人 好人就是一個光環 壞人最後就是成之於法呢 其實本身人性這件事 就是在同導導演 團隊討論期間 其實不是的 人性本身是複雜 亦都不是我們平時看的 電影世界變自由 以原 好與壞 其實裡面應該是 再可以其實創造出來的角色 就是說 就算他是一個殺人犯 其實他本身都有好的一面 他都有其他的理由 又或者你看到人從光 你覺得他好像一個壞人 但是其實他在說的一些邏輯就是 其實他都是說公平和平等 當你家人這樣對你的時候 那為什麼你不可以報復呢 其實他說的話是沒有錯的 每一個人都是自私的 那人家自私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可以自私呢 所以最終其實就得出來 現在這個劇本的結果 就是希望令到每一個角色 是有很多個層次 而不是單一性的議員對立 那就是有一個結果出來 有沒有其他補充 好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個案 會不會有些個案 其實剪了很多 因為女女的關係 就是說她不是親生 但其實很疼她 有些東西是剪了沒有表現出來的 其實這是最後一個問題 不過最後也想說 覺得每一個演員都很出色 因為在不同的個案 都用了一些很好的演員裡面 那就很厲害 好 給點掌聲鼓勵 這個是編劇的問題 我也覺得是的 突然跳出來 她帶了個女兒 說女兒不是她的親生 突然沒有了 對 我看 因為初時我們還想 在本夜入獅後 還有一個 關於核果的潛意識空間 但是因為製作的期間 和考慮片長 所以我們折散了一個 就是想說回她照顧的女兒 其實一個最大的障礙就是 本身有一個人物小傳 就是 那個女兒不單止不是親生 其實是她的死鬼老婆 和另一個人生出來的 她面對一個很大的障礙 自己的女兒過身 那個女兒也不是親生 但是又要撐住她 那你寧願選這個真相 說給全世界聽 還是你繼續扮一個好人 就是 我繼續單親爸爸 照顧女兒 這個是最早期的一個性格 那確實是被你看出了 所以我們要撐住 好 謝謝 下一位觀眾 好 好的 我 關於製作方面 因為 這次很特別 策劃那邊導演 我不知道編劇是不是 都是新加坡那邊的人 那麼多位演員都是拍開廣產片 那麼 一些新加坡的團隊來到 或者你們隔離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不同 或者有些新的衝擊 新的想法 這樣呢 或者監製黨師 簡單地 又是我 那製作當時是起始於新加坡那邊的 但後來我們決定在香港製作 就只將導演帶來 然後導演以外 我們整個班底 早期的編劇 我們就變成香港人 那麼 這個跨埠的製作 當時我們所要面對的 是劇本就是 香港法律的問題 精神科醫生和警察員合作 制度的東西 那麼 要localize 一系列的劇本和文化上的東西 那應該其實各位演員 你和新加坡的導演合作有如何呢 其實我們和導演合作之前 我們很多的 香港的文化 都是有少少的不同的 就是很多東西 大家要去摸 大家要去調整 就是導演思想的 香港警察可以做到些甚麼 他的權力去到哪裏 和醫生的衝突會是怎樣 大家會先談 所以我們會開會和導演去調整 最鐵近香港的情況去走 好 其他演員會多說 我覺得 因為在溝通上面 其實都是 他首先會用顏色 氣氛 我覺得這件事 對於我們演員來說 是很敏感的 在我們圍到劇本的時候 他給了一些像Mood Board的東西 給我們看 在裏面其實 可以直接建構到 看得很實在 好像沒有台劇一樣 他直接把他的設計 已經給我們看 他想那個設計的設計 是怎樣 他想環境是怎樣 顏色是怎樣 拍攝出來的卡通是怎樣 我們就在這裏 我會是這樣的 我在這個卡通 或者我在這個Mood裡面 怎樣去找回那個角色的時候 其實跟他去談 很多時候都是 在那個氣氛上面 節奏上面 是一個很好的溝通 雖然說是 好像兩個不同的地方的合作 但是他亦都很給空間 我們演員在這個角色上面 怎樣去投入 去運用那段過程裡面 他是給了一個很大的空間 而上這個溝通 我覺得他好像滿足了我